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月行界,我是徐静 现在我的位置在四川眉山天赋新区的世高片区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财商河边的学区房 这个地方距离成都未来城市新城中心新农湖 开车的话大概就是20分钟左右 10分钟可达天赋文创层,天赋落高落圆 眉山天赋新区商务会长中心 旁边就是天赋新区家祥外国语学校 周边的教育、医疗、商业配套齐全 10分钟可达风情美食街 超市、饮院、健身房、休闲、金融、商务委一体的商业中心 项目总占地155亩 项目内有恒温星空泳池、有氧跑道、魔术草原、新济乐园 数字训练园、生理书园、木光水园、口袋公园 15.6%的建筑密度、容积率2.19% 保证生活的适密性、提高居住舒适度 蝶型设计、多面采光、超宽楼建局、超远视野 推窗可见公园学校 是梅山天赋新区公园高品质教育居住区 我现在这个位置在项目旁边的 家乡外国与学校的篮球场 这个学校的主体已经修好了 在学校旁边就是正在修建的项目 主体也快封顶了 项目内已经打造好了一些技术设施 和一些绿化景观 目前在售的有13号、14号、9号楼 6米挑高奢华入户大堂 2T6虎 最低17层、最高26层 现在我到楼上去看一下样板房 来看这个73平、三室两厅一味的 这个是采用双阳台设计 基本就是餐厅客厅 餐厅后面是厨房 这个厨房很宽敞的 后面有一个生活阳台 整个73平赠送下来90个平方 客厅外面是阳台 这边是书房也可以作为儿童房 这边卫生间采用了三分离的 前面洗漱台 里面卫生间是采用了干湿分离的 以确保空间干爽洁净 这边的次卧采用了超大的落地窗 采光非常好的 主卧270度双面采光 将景观融入居家视野 还有64平和89平的 这个是89平的户型 进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吧台的设计 右边靠墙的位置可以做成鞋柜和储物柜 里面是厨房 这个采用了直厅设计 外面餐厅客厅可以把阳台连通 这样显得客厅更加宽敞 客厅后面是书房 这面墙可以封起来的 这边是卫生间 也是采用了三分离的 前面洗手台 后面淋浴房 这边是儿童房也可以用作书房 这边是主卧 这个主卧带了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专属空间 湿密有度 在卫生间的旁边 这个靠墙的位置可以用作衣帽间 整个房间89平 赠送下来108平 这个项目在2022年12月份交房 格据面积的大小和楼层的高低 单价在11,000左右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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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顺便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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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顺便宜